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就怪不得我们了 舅舅的意思是 此区必是微服 此到西南路途遥远 民间多有瘴气 蛮族横行遍地 到时候什么可能性都有啊 高 实在是高 我说王爷 你都看了半个小时了 到底想好了没有啊 王爷 西南地处边陲 民风飙寒 要是查案 我去就行了 您不必以身犯险 以身犯险事小 怕王爷是在故意躲避某人吧 独孤 你可回来了 我快想死你了 我也想死你了呢 独孤参见王爷 回来就好 刚才听你的话 你也不赞成本王前去西南 我想先问一句 王爷自去西南调查贡品一案 是不是故意在躲避 与二王爷的正面冲突呢 当然没有 独孤跟随王爷这么多年 对王爷还是很了解的 一旦被说中心事 就是这个表情 不管是查案还是躲避 王爷决定前往 我以后定跟随左右 那可不行 你大婚将近 不能擅自离开的 再说了 您拆十座庙 不悔一桩婚 不不不不 不能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童言无忌 童言无忌 秦柔说得对 你与燕然大婚在即 本王绝对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就是啊 你们早一天成亲 那个杜印才会早一天死心嘛 你这个人要以大局为重的 且行且珍惜 看来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老天让我这个时候回来 注定要陪王爷走这一遭了 王爷若有你的陪伴 我大可以放心了 那我也要去 你去做什么 我们此行前去办案 又不是游山玩水 我也是要去办案的呀 你们听说过金天一吗 你们听说过看男吗 告诉你们 这些我在老家全部都看完了 你们听过吗 真相只有一个 王爷 不如带尹姑娘一起去吧 她鬼主意多 到时候也更热闹一些 好吧 还有我还有我 还有我 我可以帮你们一揉 对 也罢 算你一个吧 可是 父皇尚未恩准 能否同去 还未可知啊 耶 记得上次我要吃那个叉叉包 这次你一定要给我带上 不然在路上 我万一饿了我又吃不着了 走走走 还有那个什么 我先打 反正把好吃的 全部都得打包 父皇 儿臣想前往西南 彻查贡品备节一事 帮父皇批准 你想明白了 儿臣一时糊涂 只想让天下的百姓 共募皇恩浩荡 却没有细心想贡品备节的细节 是儿臣的失职 三弟他心思细腻 这一点儿臣有所不及 但持有所长寸有所短 只要我们兄弟齐心协力 何愁我江山社稷 不繁荣昌盛呢 你能这么想就对了 也不枉我对你一片心思 你母后昨日还和我提及你的事情 处处为你辩解 希望你不要让他失望啊 贡品的事情就算了 我刚刚准了你三弟 让他亲自为府查明真相 可是父皇 我 好了 那你下去吧 那儿臣告退了 来 一号 一号 我是一号 快快快 我是一号 你好你好 我们呢 考的是你们的数字能力和应变能力 那你听好了 第一题哦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个数字 哪个数字最勤劳 哪个数字最懒惰呢 不知道 不 不知道 下一题 下一题 残宝宝宝为什么会有很多钱呢 不知道 这也不知道 怎么说 不 不知道 因为残宝宝会节俭 那第三题啊 两个人同时掉进海里 一个人叫小明 那另外一个叫什么 当然叫救命了 你可太笨了 你可遮体了 这是第一题 第一题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个数字 哪个数字最勤劳 哪个数字最懒惰呢 第一最懒惰 第二最勤劳 为什么 因为 一不做二不休嘛 第二个问题 麻雀一直叫个不停 怎么样才能让他补教呢 这个 押他一下 鸦雀无声嘛 我也问一个 我也问一个 这残宝院呢 来了三位姑娘 可是老宝呢 只需要一位姑娘 这可怎么办呢 两半 跟您开玩笑呢 我们还没问完问题呢 然后呢 这个老宝呢 就想了一个办法 让这三位姑娘呢 从一定银子面前经过 第一个姑娘呢 见到了银子 把它藏了起来 然后第二个姑娘呢 见到了银子 捡了起来 交给了老宝 这第三位姑娘 看到银子 立马跑去找老宝 老宝啊 还把银子分给他一半 你说老宝 会选哪位姑娘进去呢 第二位 为什么 因为他人品好啊 再想想 再想想 那就是第三位 因为 因为他有眼力见啊 废话 当然是找那个脸蛋最美 身材最标准的那个 这哪儿来的 这哪儿来的 好漂亮啊 你都到那种地方工作了 还有德行干嘛 整顿风气啊 真不愧是在那里 生活战斗过的 这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啊 你不信哪 你不信随便找几个老宝问问 看他们是怎么回答你的 这事呢 他说的呀 是对的 太奇怪了 哪有这样出题的 确实还弄暗号 好 恭喜你成为乐天斋的一员 让我们为了理想而努力 那斯达克不是梦 你给我演示一遍 我刚刚教你的推销方案 全场二十文 只要二十文 手券二十文 皮包二十文 全部都是二十文 只要二十文 二十文你买不了吃亏 二十文你买不了上当 快快进店选购吧 怎么样 可以吗 相当可以啊 给你三十二个赞 此行我路过新花村 刚好带了几坛好酒 首先预祝王爷 在朝中一切顺利 今天你我不醉不归 好啊 来 尝尝 干一杯 请 好酒啊 杜姑 你知道吗 今日 父皇准奏的时候 我突然感到 非常非常的开心 真的很开心 这和以往得到一匹宝马 或赢了一盘棋局的感觉 完全不同 我也难以形容这是什么样的感觉 就像 就像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看来王爷对朝中之事感兴趣了 哪里 不过 今日朝上 二王爷主动请应 却输给了王爷 我怕他在别的地方动什么心思 还请王爷一切小心为妙 来 再干一杯 王爷请 其实啊 你们都不了解二哥 二哥这个人 心胸虽算不上开阔 但也并非十恶不赦之人 小的时候 他对我 非常之好啊 可是人都是会变的 尤其 面对这种江山社稷之事 原本当初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突然送到自己眼前的时候 任凭是谁 都不会不起邪念的 来 干杯 真是想念大哥呀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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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喝一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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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那几个人还挺聪明的 那可不是啊 最后那小子太专业了 要不是我知道他的底线 我真怀疑他也是穿越过来的 对了 我交给你个任务啊 你说 是这样的 就是以后呢 我们再给他们上点培训课 给他们稍微打一丢丢鸡鞋 但是也别搞得太像传销了 没错 我觉得啊 等咱们开业了之后啊 还需要再发展一些会员 和贵宾客户什么的 对对对对 王爷 晴柔 王爷非要见你一面 我也没有办法 什么话啊 臭死了 慢点 独孤元 他不能喝你就别让他喝嘛 我最讨厌酒鬼什么的了 这不是庆祝王爷入朝礼室吗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对了 晴柔 王爷住在这里 那你今天住哪儿 这个 有了 放心吧 不用担心我 天色已晚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呀 自有安排 我来 印清容 你可真行 就这么横冲直撞的来我房间 现在是古代 男女授数不亲 是 这有什么的呀 以前咱们剧组条件差的时候 七八个人都一起住过 哎呀 再说了 你也不是个男的 哎 谢妍奇倒是男人 喝那点酒就醉成那一样 哎 他那是因为今天高兴多喝了两杯好吗 哎呦 这就护上了 我 我哪有 但我跟你说啊 如果他明天找我麻烦的话 你可别袖手旁观啊 哎呀 放心吧 天空飘来五个字 那都不是事 哎 快点睡吧 哎 困死了 啊 晚安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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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胆 我已经本王允许 谁把我的围账换得如此艳俗 来呢 是 王爷 别找了 你家小姐不在这儿 对了 吩咐厚厨 给本王煮点星酒汤来 是 王爷 这 你 我 李起勇 王爷 昨晚睡你这儿 那你睡哪儿啊 要你管 我 昨天晚上睡柴房不行吗 我想学习卧心长胆不行吗 你当真是睡在了柴房 当然是假的了 你不是告诉我 把这里当自己家吗 于是我就真 把这儿当自己家了 所以呢 我就睡在了某个 下人的房间里 这可了不得了 有道是男女瘦瘦不侵 情若姑娘这么做 不太好吧 她 她不是男的 我 她 她分明不是 不是什么 不是男的 人家本来就很难过了 你就不要在人家的胸口上 再插上一刀了 王爷 快快不哭 好吗 这 你说 这年头 男人难做 女人难做 像我这种情况 更难做 这孔双双 不咬人能死啊 都说 一山不容二虎 除非一公和一母 情若 我看你以后啊 还是得小心点 你就别抱怨了 我把皇上 赐我那些布料 任你随便选 还不行吗 真的假的 我看了好长时间 那些料子呢 你说我做一些什么呀 做一件衬衫 还是马甲 丑我那小佳子气 给我倒杯水 喝茶 小姐你回来了 小姐喝茶 这是我刚泡的龙井 对了 小姐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寺里 上上香 过几天王爷不是要前往西南吗 我们可以替他去求个平安符 顺便 顺便什么 我看你是想出去玩了吧 好啊 我正要说的是 你想得好 想得妙 想得呱呱叫 最近天气这么好 我们刚好去山间走走 强生见谷 陶冶一下秦操 你这个想法不错 太好了 我最近有门房准备马车 我们去法门寺 不 我们不去法门寺 我们去清远寺 清远寺 这帮古代父母是有多无聊啊 一年到头的宋宿活动 除了花卉就是花卉 还有上香 这么有意思 好了 走吧 小姐 我们为什么不去法门寺呢 城里的夫人小姐 都愿意去那里 那里香火鼎盛 思外也很热闹 什么香囊啊 手帕啊 都比别的地方雅致多了 还有小姐说的那个 那个什么什么帅哥 也多 哪像这里啊 又远又没意思 你懂什么呀 真正修行的人 要那么热闹干嘛 你看看这儿 环境清幽 地境高远 这才是修行的好地方呢 高远 哪里高远了 我听王爷说过一句话 叫大隐隐一世 小隐隐山 照这样说来 还不是法门寺的和尚 修行得厉害呀 哎呀 你还学会顶嘴了 我其实呢 是想探探悬空老和尚的底 听说万花会上的批注和占卜 都是他搞的 我看哪 十有八九 跟杜银一世一伙的 我跟你说 这世道上 老道尼姑和尚队伍里 骗子最多了 哎呀 走走走来 嗯 你又饿了 对呀 那咱就赶紧走吧 一会儿就可以吃饭了 哎呀 别着急 他这个菜啊 一板一眼毫无特色 我 我都已经吃腻了 你才吃多久就吃腻了 三岁开始 到现在 你算一下 你怎么三岁就进来了 哎呀 说来话长 三岁的时候吧 我得了重病 那个时候家里边 没有钱给我看病 恰巧这个时候 来了一位高僧 说我原本就是什么 佛祖座下小童 只要我回到佛祖座下 就能平安无事 所以我的父母 就把我送给他了 哎呀 这封建迷信啊 真是害死人了 真可怜啊他们 嗯 今天我们请问的嘉宾是中国厨艺大师 比起高和一样的世界 两位小师傅 师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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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尝尝吧 好 好吃吗 哎 你们别光顾着吃啊 我叫小姐问你话呢 你们师傅名气那么大 每天见的贵人那么多 你们作为他徒弟 会不会感觉压力很大呢 而且你们这个领域 发展前途那么好 但是竞争也相当地激烈啊 那你们觉得是竞争多一些呢 还是机遇多一些呢 照这俩小和尚说 看来真是玄空搞得鬼啊 回来了 我听说一般女子出去上乡 每个一天半日根本回不来 你为何如此快啊 我能是一般女子吗 不是吗 那当然了 那我倒要试试 跟我来 干嘛呀 冰块里 好漂亮啊 你叫什么名字呀 不妨猜猜看 若是猜中 有啥 不是叫追风就是叫踏雪 要不就是惊雷 你是怎么知道的 她叫追风 这么大众的名字 用搅置的盖儿想都能想到 这匹小红性情温税 非常适合女孩子 小红 我去 你竟然叫她小红 这么low的名字 low 哦 对了 你会骑马吗 我 当然会了 冰块里啊 我给你唱歌啊 让我们红尘做伴 活得潇潇洒洒 策马奔腾 共享人世繁华 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 嗯 哎 好吃啊 好吃啊 好 太远了 太远了 要把人撞下去 太远了 三二二一开始 我可是两条少女的 老门 只把手加押了 快啊 你开始 来来 有有有 有 我给他回去 走上讲 走上讲